那我们要去邀请街坊是不是 好 回酒店 回酒店 一直骗大家 好的 我们请人 他是酒店 酒店 酒店楼上的人 我们把任务写下来 交给他们 我们现在要看看 谁是适合来我们店里吃海鲜的 拍个大派对 所以今天就是 我们在他们不在 他们在我们不在 等一下我们回去他们又走了 一整晚见不到大家 然后帮我们的菜单全部化掉 我们最好是从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 好 小孩子不吃生蚝 不吃剩子 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那些 一家三口 我吃不到 明天才到 好 我们要争取时间 对 我们要快点邀请 否则六点半要开餐了 来不及 但我们有目标人物 我得有钱开放 好吗 这里是有店吗 还是有什么 他买完菜了 应该有空 好 我们找一些看起来很饿的人 你好 我们有一个大排档 看看你有没有时间 可以去制造我们的菜色 可以 你好 这里有三个邀请函 好 谢谢 恭喜你们隆重地邀请你们 来参加我们的晚宴 好 可以吗 谢谢 好 那我们给你两张 这是要戴的邀请函 好 请人太容易了 我觉得女生我会比较好 比较好 容易请对吧 我们跟她互动的时候 感觉会比较好玩 对吧 因为主要是我也不能 请一堆男的 然后让我老公很不舒服 我觉得我还是以女性为主 对 因为女生跟我们聊天 比较容易 比较可以肆无忌惮地聊 对 比较容易投入 对 那不是今天那几个男生 你开心了吗 对 酷 今天没有我们容许 不可以打折 就反正你生好肯定是 譬如说你两个人是四只 对 三个人就六只 不是 所以她套餐就是 三个人来也是四只 好 对吧 我们最多多给你一点那个 盖蓝 酸油 多给你蒜蓉 粉丝可以多给一点吗 好不好 我们不要那么孤僻 粉丝都给一点 对 好 谢谢 �� 太大了 这个 你不会躲起来 她们应该不会去买菜吧 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去逛街